他用修行上課 都在透過切片的學習補充 不過出動各種的學生很進步 人人一台平板電腦 這種的方式 學生感覺很不一樣 覺得今天課程非常的有趣 很好玩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數位閱讀 其實是還蠻好玩的 因為就是從我們國小一年級入學開始 就是每天都是在做 就是坐在位置上聽老師講話 所以就是不管在什麼好玩的課 就是做同樣的動作只有八年 所以還是會有 多多少少會有點無聊 透過平板電腦 申請一個小學 學生可以洗到時間以及空間的限制 整個看齊特色議員 在家裡也可以閱讀 又不用出門去圖書館 以前都要去圖書館 很麻煩 然後這個的話只要在家裡 上網的話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圖書館有開放時間 所以他們必須要拿著學生證來做戒閱 那如果說這個數位圖書館是增加同學 也鼓勵他們可以隨時去做戒閱 為了要讓學生感受到科技的進步 並且感到上課堅加處理 國中學長彈劉民 最緊張我為他來選出經費 搭造一個數位圖書館 9月份代表縣裡面去台北市參加一個 校長科技領導的課程 發現有一個非常好用 專門為學校量身訂做的這樣一個數位的平台 那我就跟我的會長還有在地的企業主 他們很熱心的贊助了學校的 這一筆數位圖書館 除了學校書館可以使用所有圖書館 校長也希望未來社区的民眾 也能來這裡照顧 看顧 培養隨時探索學習的習慣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道